在国内当了三年兵 到朝鲜当了三年兵 一共当了六年兵 活着干嘛呀 也得干点有意义的事啊 这位大妈不简单 参加过抗美援朝 咱们一起听一听大妈的经历 您今年高寿啊 九十 之前您是做什么 我当兵的 多大您当的兵呢 十七 您当兵之前您是什么学历 初中上了两年了 您是哪里人 湖南 我是从小就没钱上学嘛 就告诉我 北方啊 有那个上学不要钱的地 那好 那我就可以去找去呗 因为穷吧 就有点志气 我觉得这人呢 多学点知识 平常点知识 活着干嘛呀 也得干点有意义的事啊 后来就上学 上学又碰见一个高中的学生 组织你学点马列啊 学点毛泽东思想啊 那时候还没解放呢 后来也整跑解放军 宣传队中我们学校了 眼白毛女 那挺受教育的 有这么苦的人啊 干脆就跟着走啊 就南下了 南下就往南走 从长沙就走到诸州 部队就训练 再往南就到广州了 中央说 美国侵略朝鲜了 一个命令又摆上了 所以就要上朝鲜去 您是几几年入朝的呢 五一年了 赶到最后那几场战役 美国不跟你谈判 咱们就想促进他谈判 就到板门殿附近呢 打了好几仗 他一看这中国人民 志愿军不简单 咱们在迫使他 坐下来跟你谈判 您亲自去前线 我在记考 那个时候已经不是 怎么打拼打拼的了 那时候已经 转成正地战了 就是五次战役呢 是你打我 对着打吧 是 后来就等于是正地战了 你站一个战头 我转一个战头 战头之间的这种正地战了 所以在那待了三年 那个时候它就是 现代化的战争了 我不是说 我就是陆军队陆军的 那个时候飞机大炮 天上飞的 那就是现代化的战争了 已经是 三年之中您在朝鲜您坐着 我在那个机关政治部里边 科大板印报纸 弄个矿石收音机 在耳朵里边 听中央的新闻 然后一句一句的再刻出来 印出来 发给连队干这个 比如说你打仗 那有计划吧 打完仗 那有总结吧 就干这些事 生活上苦一点 那飞机来了以后 赶紧就躲呗 躲防空洞里去 那也是有一定的危险性 那危险 危险 是的 你的什么危险 我的武器就是钢板 给你衣服穿 给你发鞋 发鞋 鞋都挺老长的 那太长了 给这个揪出来 钉两针啊 那你就得穿那个鞋呗 裤子长了 怎么办 给它卷起来 没水洗脸 就跑到河沟里面去擦一把 老观之里头全是狮子 衣服里也是狮子 我算在你 在那里头算小的呗 身体又不好 我那个时候不知道 那个时候身体不好呗 老了都好一点 赵棉昭回来之后呢 朝鞋之间回来的 回来之后 让我上学校里当老师 那您那会儿属于有文化的了 有一点文化 另外还是在部队里 锻炼的有关系 你想我老写 人家的总结我老给课 人家怎么打仗 怎么总结也是我课 那不就提高了吗 这么提高的 所以到学校里干个人事 干个保卫工作 没老师我就到处去找老师 我转业的时候23 挺幸运的 炸弹也没炸死 炮弹也没炸到我老带上 还不错吧 我们施政部死了三个 撞出坑道 就来一个炮弹 就栽在那了 因为他就不分前线后方 朝鞋 他现代化的战争 是不分前方 不分后方 我算排挤转业呗 一小时后 然后慢慢又当领导 后来职业教育发展 我就搞了一个职业教育的学校 现在把那职业学校给合到之高了 回来的时候我已经退休了 那退休之前您是在学校从事什么岗位 学校当书记 那您多大您退的休呢 55 55我退休以后我就搞家庭教育 另外我还搞一个班主任培训班 全是您退休之后 搞了14年 搞到快70了 这都是尽义务的 就是没有收取任何费 那妈您也属于是离休的吧 对 那您离休这待遇怎么样 一万多块钱呗 是 他就是基本工资啊 就三四千 都是这给你的生活补贴 复理费 加上七八糟 加在一块一万多块钱 那是您应得的呀 那也不是应得的 反正他就有着正确照顾照顾这批人呗 是啊 因为您这是真是上过前线的 所以我才请他来照顾我 你看看您照顾的也不错 他照顾的可好了 大妈的精力让我敬佩 能记录大妈的精力也是我的荣幸